各位热爱收藏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集邮这个爱好是怎样发展的 现在图片上看到的两只邮票 就是世界上第一只发行的邮票 是英国发行的 在1841年5月份 这两只邮票的名字叫做Penny Bag 黑便士 他的邮票是一只邮票 黑色 所以叫做Penny Bag 后期也有一些红色的 Penny Rat Penny Blue 这只邮票发行 是有一段估计的 为什么会有邮票呢 其实 先发行邮票之前 首先就有邮证 邮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活上一个通讯的需要 就经常要寄信 就告诉远方的亲人 当年百多年前 当然没有现在那么方便 一个WhatsApp 一个微信 或者Email 打个电话就可以溝通到 当时主要靠通讯 股师有云 风火年三月 加书底万金 邮证在生活上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通讯 这个通讯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呢 以前的邮证呢 寄封信就是收信人给钱的 那收信人比较好 他可能就写一封情书 I miss you 写一封信的信封背面 那收信人一看到信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于是我就拒收 那邮证就白行一趟 到了1840年呢 有个叫罗兰希尔的英国人 就发明了邮证这件事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要寄信 你先付钱先啦 预付邮资啦 那于是就发明了 邮证这家东西 你就买了邮证 贴在一封信里 我才跟你服务 那就不会被别人走售咯 那邮证 这只邮证发行了不到一个月呢 就已经有人要集邮了 那一只票你集什么呢 那大家看到了 那只邮票呢 的右下角和左下角呢 是有两个英文字母的 左边那只可以看到了 很清楚的 DH 右边呢 就是RH 那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它一版邮票呢 它每一个位都不同的 那最左上角呢 就AA 跟着ABACAD 那一直下去 那下面呢 就BABBBC 那于是它每一只位呢 就不同的 那些人集邮呢 就是将它收集到的邮票 就拼图 拼回去 原始印刷出来的一版 就AAB拼了 那现在听上去都挺无聊的 但是当年要想一下 又没有什么文艺啊 精神活动啊 跟着呢 又没有什么玩印刷品又少 玩这些东西都挺有趣的 拼出来又拼到一版了 所以呢 最早期的人集邮呢 就是玩拼图的 将些东西拼了 拼了 那但是邮票这家东西呢 哇 绝对是一个很厉害的 年纪稍为大一点 40岁以上呢 都知道集邮本身是一个 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爱好来的 很多人的 的的的的的的 即是议人读书啊 那些那些会啊 都会有这样东西的 有这个集邮会啊 那曾经一度呢 集邮是所有的 hobby 里面最厉害的 叫做 king of hobbies 同时它也是 hobby of king 啊 中文就是王者之辟 辟者之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当年都很多啊 啊 除了一般平民百姓之外呢 很多国王啊 总统啊 名人啊 库翁啊 都集邮的哦 那最出名的两个 啊 相信有些人都会听过了 就是英女王的阿爷 左治五世 或者叫喬治五世 George V 那美国的二战时期 非常之出名的总统 罗斯福呢 都是一个集邮爱好者来的 他曾经说过呢 集邮呢 他的大部分知识 都是从这里来的 那可想而知 这个这样的爱好呢 是多么受欢迎了 那啊 啊 乔治五世 当年都有一些 啊 好有趣的东西 就是英国王室呢 其实就一直都有人集邮的 那他英国当年的 啊 啊 国力就是 举世无双啦 啊 叫做日不落帝国啊 就是啊 由东到西啊 由南到北 都是他的殖民地 那就直接没有一个地方 是会有一日 有一个殖民地 是日落的 就是全部 大部分的 的小地方啊 都被他殖民过的 那 啊 啊 啊 殖民地发行的邮票呢 其实跟英国的设计 都是同一个 款式的 那很多人殖民地 发行原邮票之后呢 就会 寄一套去英国保存 那 英国王室呢 就有一个很漂亮的 油杂 就收藏了 嗯 各个殖民地 或者全世界 当时发行的邮票 那 那当时发行邮票 没有现在那么濫的 都是 一年可能 几年才发一套邮票的 那当时的人集邮的 那个目的呢 就是 就是 都是以一个 收集齐全为主的 啊 所有国家发行的 所有邮票 那当然到了后期 就越发越多 就不行啦 几百万只 那 英国 George 5呢 就很喜欢集邮的 发烧有来 那他们的王室邮集呢 当时呢 就缺了一只 英属龟亚的邮票 那 他和一个 有钱人 在拍卖行里竞争 结果就输了 就引为一时佳话了 那这只英属龟亚的 红色一分票呢 那 早几年都在 苏富比 又拿出来拍的 那这一只 一直以来呢 的成交价呢 都被认为 是世界第一真邮 最贵的邮票 那 最近那次拍卖呢 成交了成950万美金的 差不多都 整 七百几万 七千几万港元 绝对可以在香港 买到豪宅的 那我们 普通人玩呢 就当然不会玩到这些 那 另外呢 杂油 除了 就是一个爱好之外呢 我们记得小时候 买邮票 在台湾买邮票呢 他 给个袋 你装着那些邮票 袋上 都会有这些 三个 杂油三亿 说杂油呢 就 益治 储财 交友 那为什么益治呢 你存了一只油票 那你很想知道他发行 纪念 还是说什么呢 那件事 你就有兴趣去研究了 于是呢 你就会有一个 令到你主动去学习 和研究的一个 动力 譬如你喜欢收集 英联邦油票 那你起码对英联邦国家 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的 人民啊 历史啊 发展啊 有兴趣了 那你就会主动有兴趣去 去找这些资料 那你就益治了 储财呢 很多人都相信 杂油都是想 储财 可以存到钱 保值 抵抗通货膨胀 那你 玩这些兴趣的东西 那当然 大家一起玩 就会交到油了 那有些 有些俱乐部啊 有些集邮会啊 或者有些国际性的组织呢 都可以参加的 那大家都有集邮这个爱好 就可以互相交流 那又有交友了 那呢 那 我们以前发展 那么多人喜欢 因为它那么多益处 那到了 战后呢 就越来越多人集邮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开始 大家又没有什么战争啊 世界平和啊 那大家的 文化娱乐活动呢 其中一样最 啊 静态的 文艺东西 就是集邮了 那 多人集邮 那自然的需求就大啦 那 油票就会升值啦 那升值呢 你有时 早期东西你买不起 那你便会 存卖 就是 现在买得起的时候呢 买多几套 存卖它 那到了 以后呢 升值之后呢 就和别人交换一些你没有的东西 那 那俗语有话就叫做以油养油的 就是说你现在呢 就买了些东西 等它升值 就换回一些你升值以前 买不起的 那 以油养油呢 慢慢就变成了一种 投资理财的其中一个途径了 但是呢 当 越来越多人需要 越来越多人 透过这个投资 透过这个投资 透过这个油票来做投资理财之后呢 开始这个嗜好呢 就真的慢慢有少少变质的 那大家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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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以前的投资渠道又少啦 那 那 那 印刷品呢 印得精美的东西又不是那么多啦 那 油票因为国家印的嘛 那 他的投资的设计啊 印刷技术啊 各方面都会很漂亮的 那 花哩花绿 就自然多人喜欢 但是现在呢 譬如你打机啊 或者iPhone啊 电脑啊 印刷品又多 那你不动啊 你都没有兴趣啦 不要看一些 印刷品 就是静止不动的 你起码都起码有动画啦 移动一下移动一下 那所以呢 现在新的时代呢 就少了很多 年轻的人进来集游了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些实物 当集游可以赚到钱哦 储财哦 那些人是怎样集呢 就集到变了质呢 譬如 小圆章啦 那这里一张一张的小圆章 它就存了一百张 一块 那但是呢 你存这块东西 你连图案是什么 你都看不到 那又要保存得好 保存得好 保存得好 一块一块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那它真的赚很多钱哦 升值升得好厉害哦 两块一张 一九 不知道八三 还是八六 这只不记得了 那两块一张 一百张 那现在呢 就一百块一张了 那就变了一万银 那这些一块一块的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专业人士 一看就知道 但是呢 存到后来呢 就存到你自己摆下摆下 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只熊猫 熊猫输完一百张 熊猫 又来多四块 四八张熊猫 每张赚一元 你就赚四百元 每张赚十元 就赚四千元 当集油变得越来越市卷 就会出现这些东西了 西商记 全版 那这些是成功例子啊 这些是集油投资的成功例子啊 一套买回来可能两元 升到二百元 那就赚一百倍了 但是你变了 那些人就越来越 没有心去研究了 你看这些香港票 全部一板一板一板的 一块一块的 都不是一张一张草的了 不是一套一套的 没有研究了 什么 哇 你看 它高一点给大家看看 是这样的 一板一板 一百套 一百套 二百套 五百套 非常之大量 还有 还有 还有些 不是一板一板 一板五十套 那他就 哇 整个箱都是 五十板 二千五百套 就是这样的了 那你试问你这样做 你哪有兴趣呢 走到后来 找到钱 找就找到钱 但是你的爱好 就慢慢消磨了 以前的人集油的情况 我们就说了 现在的人 就怎么集油呢 其实 要讲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首先来清楚 搞清楚一个概念 究竟集油 是不是将油票 存在 插入油票宝 那叫做集油呢 其实在讲义来讲 集油呢 就不是只是存油票的 集油收藏的东西 是可以包括了 油正上一切有关的东西 除了油票之外 包括寄过信的信封 我们叫实记封 信封上面贴了油票 那我们就吸入个印 那个油畜 那每一样东西 都是集油的收藏范围来的 那不只是说将油票 草草买卖就是了 那今时今日严格来讲 真的越来越少年轻人集油了 现在呢 照我们职业 专门做这件事来看回呢 现在40岁以下的人 都很少集油 不止以前啊 以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 嗜好来的 那又为什么呢 那现在 打机呀 动画呀 太多娱乐 太多节目了 那每个人拿着手机就够了 还有现在的年轻一辈呢 基本上现在沟通 和人的交流沟通呢 都不需要靠寄信的了 很少人会写封信 寄给你阿嫲 或者寄给你 倾务的人 写封信 写完之后呢 就贴了油票 然后写个地址 七天去到英国 然后在英国又寄回香港 又七天 一前一后等了十五天 哇 哪有人能等到这样的时间 所以 现在的年轻那辈呢 连油票是什么 油票怎样用 很多时候都未必是很清楚的 于是集油的人呢 就 以年轻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那现在的人是 是怎样集油呢 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 那图中所见呢 这个是一个寄过信的明讯片 是港以集油的其中一种东西来的 那这个东西呢 反映了些什么呢 好有趣的 这张明讯片呢 就这张来说 1917年 就7月10号 在上海寄去荷兰 1917年是什么时间呢 1917年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 那他走什么游路呢 你在他游戳里看得出的 7月10号 就在上海寄出来 那就吸了个上海印 这个始发戳 跟着呢 就经这个 樽浦 樽浦 火车油局 经樽浦铁路 天津到浦口的这个铁路 他应该是呢 在上海搭船去天津 走樽浦铁路 跟着呢 就会去哈尔滨 在哈尔滨呢 这个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 嗯 检查处 即是一战时期呢 那些邮件是要检查 你有没有写一些间谍的东西啊 那这个检查处呢 俄罗斯 那你证明了这个 这个明信片 是经西伯利亚铁路啊 由中国的东北 满洲里出去 就去到 莫斯科 在莫斯科呢 就 经其他的游路 就去 荷兰的 那这件东西 你凭这几个游戳的时间 和他的东西呢 就很清楚地反映了一段 游路出来 那这种收藏呢 我们叫做游正史 那从游戳的时间 和各种东西呢 就可以看出 当时记这一件事 是经历了 怎样的一段游路了 那其实这件事呢 就是 现在集游的人 最喜欢的东西来的 那我们玩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玩一下玩一下 就可以玩出一个 专题出来的 那另外 当然还有一种 集游就是专题啦 就是譬如你存 雀仔啊 花啊 单车啊 那你将全世界有关的 这些这样的游品 存在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collection 那 很有乐趣的 玩这些东西呢 那呢 但是我们说游正史都是的 就是譬如我研究啊 这个西伯利亚铁路 对于游正的重要性 那什么时候开始啦 那你要存一些 最早期的西伯利亚的 经西伯利亚铁路去 去欧洲的 信封啊 明信片 就是寄过的东西呢 那就中间呢 就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啊 1917年 又经过一次世界大战 那每一段历史的事件 都会对这个游路产生影响的 那这个游正史的玩法 就是说呢 将一个历史的事件 就结合 就是游正的游品 就去反映这一段历史 那得出来的东西呢 你的乐趣是很大的 就不像我把那些游票 放回来 那现在 玩这些东西 啊 已经是 一个非常之 成熟的一个industry 那大家都是 对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有研究的 那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说了 不和大家说钱 那但是说 就是真正很多人呢 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呢 是可以从 就是这些东西里面 找到钱的 当然你要了解 社会对这些东西的 收藏家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啊 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货啊 这一样东西啦 而我相信 未来的收藏油票啊 集油这个方向呢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那 其实这些收藏呢 是有竞赛的 那由一个 世界性的组织去 去主持啦 去推广啦 那这个组织呢 就好像我们 就是全世界全 全国 全球的集油联合会 那它又可以细分到 国家又有 地区又有了 香港都有的 那你就一层一层去 用这些东西去 组成你一个自己的油杂 然后去参加展览 然后呢 就去评分 获得荣誉 那 譬如经营这些东西 又可以获得金钱 各方面的 那以后我觉得 集油的以后的方向呢 也都会朝着这一面发展的 而不是说 单独投机 买一些新的油票 买一万只 一千只 那样草草买卖 等它升值 这件事其实风险呢 就很高的 那今天呢 因为时间所限了 那我不讲那么多了 那我先讲到那么多 那我先讲到那么多 遲些有机会呢 就会专门开个视频 跟大家讲实际风 这个是最有乐趣 最有趣味的集油方向 谢谢观看